好 咱们首先回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哎 上节课讲的是都是滤镜对吧 第一个是什么样的滤镜啊 啊 第一个是抽出对吧 这时候有一人呢有头发 然后把这头发抠出来对不对 哎 第二是什么呀 第二是一个呃 自定义图案对吧 你说这块是这个图案做的不错 然后给它自定义成一个图案 那么这两种方式啊 实际都有这个缺点 那么什么缺点呢 比如说这个偷头发 它必须是背景怎么样 背景比较单一的啊 这这个图案生成器呢 这个做的图案又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你有你有应付办法 比如说咱们讲了这个通道扣读法 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头发 哎 从这个扣出来啊 哎 包括这个图案生成器 是不是有一些更更复杂一些的办法 那么滤镜这种东西最优势的地方在哪呢 就需要点一个按键 比如说滤镜里面什么啪一点 做好选拘一点 点出来之后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了 而这种传统方法呢 可能就会比较慢 相当的慢可以说 这种慢实际上带来的效果是好 但但但是它可能需要投入学习的成本 对吧 快呢 哎 快快的好处 就是叉叉叉两下都弄出来 我不管什么什么通道 什么抠头发 什么如何如何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叫做曲线色接 我全部懂 我就知道 我我选选了之后一图一一游系统 然后一到一生成就OK了 哎那么各有各的好处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消失点工具 Vanish Point 好我找一下啊 这个滤镜消失点 Vanish Point 对吧 哎然后呢 Ctrl加 这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东西的放在上面 我用这个 这个选区 哎我一拉选框发现一个问题 他不是直接正着拉选框了 他是怎么样 是歪着拉选框 发现了吗 Ctrl C Ctrl V 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 这个地方好像有透视似的 Ctrl T 哎所有地方都好像有透视似的 对不对 哎这样是不是就接上了 哎这个时候再取消这个选框 你看他这块是不是贴上了 贴上之后呢 我我是不是可以 哎这仿佛图章是不是也能用啊 按住out取样 然后怎么样 图一下 可不可以 哎这个位置一定要对准啊 位置一定要对准 按住out取样 怎么办 图对吧 哎out取样 图对不对 取样 怎么办了 这图对吧 这样是 图哎实际他是不是都有这种透视感了 哎 那么那么这块这个东西能不能彻底用这个这个这个去掉啊 能不能彻彻彻底去掉 能不能呢 哎 把它再放大点 再放大点 哎 那就取样图呗 说白了就是取样 哎 你看这个取样他刚才 点了一下对吧 按住alt键 取样 然后他反过来图 我直接图 成不成 哎 是不是直接都都都一起 一起贴上了 服了 发现了吗 哎 图图图图图图 哎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哎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那么这块有狗 狗呢 这块还有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捡捡 捡 Ctrl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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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 看到这个有边你发现了吗 这个边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哎 把它这个挪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哎 他这块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是干什么的 哎 可以拉 可以收 对吧 这样是收 那样是拉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哎 比如说我把它选中这个 哎 他怎么样了 你看他是不是加出一些透视感来了 有没有感觉到他加出一些透视感了 那么这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我我我Ctrl捡吧 Ctrl捡 然后在这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大区域来 大区域 Ctrl C Ctrl V 然后呢 把它把它往下移 哎 往下移 Ctrl捡 Ctrl加 Ctrl加 先先这样 移 移到这块 你发现他他拐弯了 是吧 你看啊 我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他没发现他拐弯了 是不是拐弯了 哎 而且要让他对上 对吧 让他对上 哎 好的 往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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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移了 而且对上了吧 对上之后 我在Ctrl捡 看看他的效果 哎 有没有感觉到他这块 好像好像好像这样了 放到这了 哎 你看这块 这块是不是形成一个坡啊 哎 那么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再来试试 哎 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 还是做选区吧 做选区 做选区 做扁平一些的选区 对吧 Ctrl C Ctrl V 怎么办 再移吧 哎 还是Ctrl C Ctrl V 然后把它放在这上面移 你看 哎 是不是这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这个范围 我我我我再移动一下 他的范围上 你看这个东西 哎 点中这个东西 往往下拉 往下拉 往下拉 哎 这样 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往下拉了 往下拉了之后 再 再 再重新做选区 Ctrl C Ctrl V 是不是可以啊 哎 Ctrl C Ctrl V 哎 再移动过来 你看 哎 这个 这个木板是不是就贴上了 哎 你说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 这个时候再确定呢 你确定会怎么样 哎 好像他站在一个这个平台上 是吧 那么实际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 这里面关键是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蓝色的这个东西怎么变出来的 这个蓝色这个东西怎么变出来的 怎么变出来呢 那咱们看一下吧 首先要找找一张图 这张图 有了这张图之后怎么办呢 还是滤镜消失点 然后呢 把它 把它放大一点 首先要建一个基础平面 对吧 基础平面 我点这个之后 你看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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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形成一个基础平面了 当然这个这个位置也都可以移动 对吧 是不是都可以移动啊 这个透视关系是不是就有了 有个这透视关系有什么用呢 哎 就可以拉平面了吧 这个点这个就加一个平面 哎 你看这样是不是加出一个平面来 哎 点这个呢 这是拉变大平面 平面变大 这是什么 这也是平面变大 对吧 不断可以拉出平面了 对不对 你看这样他是不是又拉出一平面 这样是不是又拉出一平面了 哎 不断的可以点这个加加平面 加平面 这样呢 是不是又加出一平面来 比如纵身比较长的一个平面 哎 这边呢 我还可以再加平面 对吧 我上面加一天花板成不成啊 那试试呗 谁知道成不成呢 哎 你想成是吧 成 哎 那么这个时候有有了 哎 然后就可以做选区了 选区 然后怎么办 选区 然后Ctrl C Ctrl V吧 再移动过来 你看这个是不是都贴着走 是不是贴着走 过了这块还怎么样 是不是还还拐弯啊 对不对 哎 这个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贴图之类的 哎 我有一个游戏啊 或者什么什么三维场景 哎 我可以贴图吧 哎 我不复制粘贴也可以 我 我直接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怎么办 拉呀 拉这样拉出去就成了 对吧 你看这个面是不是出来了 是不是出来了 哎 这块就是不是加出一个面来了 但是这个还没弄完 还没弄完 这个时候再再继续做呗 继续做 不断的做 对吧 先把它选出来 然后怎么办 Ctrl C Ctrl V吧 把这个挪过来 这块是不是又出了两面 又出了两面吧 那么这个这个你说 你说我再Ctrl C Ctrl V 我把我把它 我把它 哎 等等 Ctrl C Ctrl V 我把它挪过来 挪到上面来 成不成 听完版是不是也有了 也可以Ctrl T吧 也可以Ctrl T 你看 哎 这样拉过来也可以 对吧 哎 那么这个是不是 就是有这个立体感 就逐渐出来了 哎 确定 你看 这个块 这个块 这个这个状态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在这上面写字 啊 我在上面写字 文字工具呢 在这呢 哎 我在上面写字 写什么字呢 写三个字吧 叫什么呀 综合楼啊 综合楼 哎 好 写综合楼 哎呦 太大了 这次 把它变小点 变多大 变60点 60点 60点 其实也挺大的 那那那变多了 变30点吧 哎 这位置差不多 这大小差不多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Ctrl C一下啊 我再选这个图层 然后呢 把去选区取消了 选区取消了 然后再来消失点 这个时候啊 有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我把它 我把怎么办 Ctrl V Ctrl V搁哪了 搁上面了 搁上面了之后怎么办 往下挪 当你挪到这个平面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是不是贴到这个平面上 然后你Ctrl T呢 也会 也会在这个平面里面变化 对吧 能不能感觉到出来 对不对 上下是不是也可以变化 哎 这个时候 哎 哎 你往这边挪呢 往这边挪 挪天晚上 哎 是不是也可以啊 当然现在还 还不太成 对吧 那么再 再把它扁一点 再把它窄一点 啊 再 这样是不是成了 哎 你知道这样 再看看 他这块是不是有这三个字了 虽然不太清楚 但肯定是 对吧 哎 这就是消失点工具 它适合于做什么呢 它最适合于这个 做这种三维场景的贴图啊 你这块有透视关系 一设置好 Ctrl C Ctrl V Ctrl V Ctrl V 或者你要这个材质的 哎 我给贴上去 你要这个材质 我给你贴上去 一下就出来了 这次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消失点工具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看一看